之前韓國瑜市長 到行政院院會去 又鞠躬 又拍手幹什麼 目的就是希望你中央 趕快撥這個救命錢下來 結果蘇貞昌趁機就利用這個機會 把它剪成自己的宣傳影片 搞得好像韓國瑜很不認真 一切都是他在指導教訓 韓國瑜這樣子 然後完全在營造個人的聲勢 這個是高雄市民危難的時刻 你怎麼會想到都是政治宣傳 之前好像一直不鬆口 到底要不要給錢也不知道 結果大概是高雄地方 反應越來越激烈 結果現在特地派行政院副院長 陳其邁下來了 同意撥款了 高雄市長 高雄市5300萬房治登革日預算 已經同意 但是問題是 這個錢要有陳其邁來發 所以也就是說 這個球要做給陳其邁 也就是很簡單 功勞都是我中央的 你高雄市政府的錢都是我發的 事情都是我做的 但是也有藍軍的議員 就開始質疑了 他說以前從來沒有中央成績的長官 在登革日疫情剛開始的時候 就到地方開跨部門會議 而且陳其邁 此時的舉止 很明顯政治意味濃厚 比如說他之前 在他自己的臉書 登了這樣的一個 一個算是宣傳廣告嗎 還是什麼東西 尋導 輕刷這樣子 就是防治登革日的標準步驟 但有人會覺得說 你這個會不會太像是 你是個人宣傳廣告 還是你是某醫生這樣 自己登這個東西 中間還放個大大的 陳其邁的照片在裡面 你到底目的是要防治登革日 還是要宣傳你自己 當然不管 你有帶來的錢都是好事 可是之前錢還沒下來的時候 誰開始在酸 陳徐開始在酸 陳徐說 你可以動用第二玉備金 結果韓國瑜回應說 我有動用了 康義詩的跳出來說 你錢怎麼用得這麼快 那到底是要怎樣 韓國瑜今天有最新的回應 我們來看他怎麼說 我們花了6500萬清淤 我們為什麼要清淤 我也知道第二玉備金很珍貴 是市長緊要關頭的私房錢 可是等到我們把水溝清理出來才發現 這麼多年都沒有清理 這個淤塞程度到這麼嚴重 高雄市長我面臨兩個選擇 第一 下大雨的時候淹水 市民朋友罵翻天 然後才開始動之 第二 我們主動動手 再苦再累我們都不怕 我們就是去做 事實上我們採取第二個方案 再苦再累我們都不在乎 我們一定要把市民朋友 交付我們的任務做好 所以我們一清淤之後真的嚇一跳 有的那個兩米長的那個排水管 那已經淤塞到的 讓人害怕的情況了 我不想再指責 什麼其他前朝政府 我覺得這樣的於事無補 就是我們現任政府 該為市民朋友做多少就做多少 這個有的時候連用圓敲 十字高去挖都挖不動 要出動小型山貓這種 去挖 怪手去挖 你看這裡面淤塞 所以高雄市民過得真是辛苦啊 一到下雨就淹水 你水溝都不通嘛 所以 又有議員指責我們用什麼這麼多錢 第二預備金花了6500去清這些水溝 各位市民朋友可以 打開眼睛來看一看 幫我們評斷一下 我們能夠不清這些水溝嗎 行政院副院長親自來主持的 就代表中央跟地方要聯手防止燈格熱 這我絕對不會小鼻子小眼 說陳其邁副院長 我不是這種人 來 我們就是感謝 大家攜手合作 把問題解決 把燈格熱壓一下來 重點是把問題解決 把燈格熱壓制下來 那其實昨天深夜的時候 韓國瑜在他的臉書上 有發了一連串的照片 告訴大家 高雄市這些地下排水道的 預設是多麼嚴重 其實看人家真的讓人觸目驚心 那真的不知道多久沒清 那對於之前 陳菊跟康義成的指教 他也有回應 他說我們為什麼要花6000多萬 在清育工作上 去年他在高雄街頭巷尾 聽到最多的檢討意見 就是部分地區逢雨必煙 這是許多市民朋友的心頭大壞 逢雨必煙的最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高雄的溝渠機 下雪到淤積情況相當嚴重 所以他就任之後 就不斷的要求 一定要著手辦理清淤的工作 希望從根本解決淹水的問題 那實際上高雄浮原遼闊 我們都知道它2000多平方公里 其實比台北市大非常多 那清淤工作的範圍之廣之大 馬上要面臨到經費不足的問題 那實際上水溝清淤之後 也要同步進行病霉紋的防治工作 為登革熱防疫工作做好準備 所以經費當然永遠都寫不夠用 尤其是 這是一個吃力不討好的工作 因為什麼呢 要忍受髒耐湊 然後又不容易受到相應的喜悅 因為人家看不見嘛 所以在此特別為 每一位參與清淤工作的辛苦工作人員 還有這些市府的同仁夥伴 加油打句說一聲謝謝你 其實這真的是很辛苦的工作 青天中天的記者金如新 也直接下去了 他連走都走不動 那問題來了 問題民進黨這些人一直在酸他 到底有沒有道理 我們來看第二預備金 現在只剩下1億9千4百萬 那之前這2億500萬 到底花哪裡去 防汛重不重要6千5百萬 重要嘛 這清淨預計大很重要 登革熱防治4千738萬 有人認為這不應該花嗎 這是你中央不撥錢 所以高雄市政府只好自己出 不都是這樣的一些錢嗎 哪一個如果陳菊秘書長 或是康育成議員 你覺得不應該用的話 你就講出來 這時候比如說民進黨人 最厲害的一招 就是把話反過來講 他現在說韓國瑜把登革熱疫情 當成選總統的鬥爭題材 奇怪 高雄市民的人命不是命 他去為市民請命 你們把他認為他在鬥爭 到底是鬥爭什麼東西 高雄市真的沒有預設嗎 我跟你講 韓國瑜在講 200公分深的排水管 預設到只剩已經到達 180 190公分 等於那個只剩下5% 左右的那個空間 還可以讓你的水流過去 95全部都堵塞了 是 只有5%的排水功能 他得用機具去挖 實際上去年 高雄市政府一整年 清了大概12點多公里 然後清出了大概1.2噸左右 1.2萬噸左右的 這樣的一個這些淤泥 那是高雄去年 去年 截至今年6月 就清了13.5公里 還有2.5萬噸人在清理中 今年已經清了1.3萬噸 其實已經 今年已經超過去年的量 如果以同期來比較的話 光是區域量 就是去年的三倍 這一些現在我們的中央 還是認為說 你這次選舉操作 真正操作 一路要把它打成一種 政治鬥爭的一種狀態 那到最後的結果是誰 最後的結果就是 高雄市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白白被犧牲掉 登革熱的疫情 沒有辦法防止 大雨來的時候 所有人家裡頭 淹成一片汪洋 這就是民進黨希望看到了嗎 難道高雄的災難 被你們當作幸福嗎 你一定要把高雄市民的幸福 陪葬下去 民進黨才甘願嗎 劉蓋森 我們看著蘇貞昌罵完了 韓國瑜以後 行政院在今天的時候 5300萬的經費 也就這樣撥下來了 但是擺明的就是要做球 給陳其邁 什麼 你現在為什麼要跟高雄人照顧 我現在不是民進黨做市場 你們就跟高雄人照顧 照顧到 要拿這條錢 五千多萬 五千五萬 如果過去 但是他在接種 保守在接種 不是兩億 一億 一億 兩億 拿去 都沒說怎麼樣 南馬總統在接種的時候 保守高雄 那也整個民進黨在接種 也不敢這樣 也不敢說七九半句 這樣你就要把一個市場 開銀火 跟前接鞋 跟漏氣 跟欺責 比較有這個民行政議長 做到這個泰國線 實在說 跟你說泰國線是剛好而已 真正要有這個差別心 你這樣是在描述高雄市民 是在欺責高雄市民 你不是欺責韓國路 你這樣是給高雄市民 認識你民進黨原來 就是一種優勝 他現在要幫你補助一個五千多萬 這樣不停不完 還沒想要拿錢拿去 就這樣把你打 那樣的 實在說的 人家以前比較有價 說我負責我也不負責 就沒辦法韓國路 去接了一檔 車到檔裡面 負責三千多億 對 還要保守民就對了 要他吞了 還是要他拿起來拿 他都把你接到剛才好 這就沒想要說 拿起來拿去吃藥了 這種的 最重要 高雄人 看他們這個動作 他不會說高雄人實在太好 過去 聽說你民進黨這樣二三十年 老公現在換一個韓國路來做而已 你們這樣 過去 對高雄人這樣做 在選舉的時候 把高雄人開什麼指標 你現在來看韓國的在做 用什麼態度在對台人 你們對台韓國的所有的一點一筆就對了 就是加注在高雄人的身部上 這個做讓 不是 阿不 那時候 那時候 他就 去了 這 都是 人家在 最深是 人家都 都有 大家都 各個都告補 全部都告補 雖然我們六歲 애들 是 高低你的手在打蛋而已 不是你對雷腳進出 如果今天對你所謂 雷腳進出就對了 你要怎麼拼銷 沒關係 這是我們的費金錢 我們的水金錢 你在打斷而已 你是在找到什麼 對一個市長 用這個台頭頂 你這個行政議長是越做越不夠 就沒辦法 他想看我們全萬分 你們奈德 跟你們算 算輸你們二三十萬塊 阿嬤 我在做營業 不然你要怎麼樣 你們選比我多個是要怎麼樣 你怪怪你不是要來給我欠頭 來給我拜託 你靠錢給我建設 靠錢給我地盤 你看看一看 你們這個頂部在打斷他們門開的 你就在打斷他們門開的 你們怎麼會這樣打斷 所以我認為說 威政威力 譬如北行基基礎 我們看著民進黨 從這個地方到中央 現在這個時候 把登革熱的議題 當做一個總統大選的 政治操作來運作 可是在之前的時候 你也有講到 清淤的過程當中 連下水道裡面 連假哈車都可以挖得出來 所以韓國瑜現在這個時候 進入汛奇之前 他趕快要把下水道部分 給他整個清理乾淨 可是以前過去的局勢府 究竟把錢花到哪去 現在這個時候 陳其邁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洋洋灑來了這個高雄 要看他登革熱的疫情 還帶了5300萬下去 可是他們搞清楚一件事情 這些錢可是人民的納稅錢 不管我們怎樣 那時候 那時候 他就直接跟 那個 陳其邁府院長 設一個桌子 不管真正或是假意 我們要幫你設一個桌子 因為一陣子我就有說過 今天高雄要買的東西 特地沒有問題 我們要幫你做一個感謝 但是這個 那個讓你想不到 這個不是卡拉車 剛才我告訴你 剛才金錢沒有 剛才金錢 財布沒有 沒有 那太陽裡面 什麼高層的東西 你都想不到 那時候的高雄都會有 坦白說起來 鋼哥我今天看到那個 技術我看到很艱苦 還看到那個鋼人搖得很艱苦 鋼哥你不知道 那真正是 這個天三十多多 千花磚穿起來 裡面就整個 非常熱 對 落到下水堂裡面 你把它看水 在外面面 放著拍 外面又燒 裡面又燒 在外面 不然做又不行 你自己想做工 那多艱苦 做工剛才有多艱苦 但是我一家也要 拜託我們中央 剛剛我這台我算過就對了 因為那一支 在局長說的七百米 兩米盤看 他說一米到米盤 不定我們只算一米 就這樣算起來 一千七百五十塊 這大概一千七條 就要多少錢了 拜託中央老金 這又繼續下去了 因為韓國人說的錢 這比較多就不夠 我說實際 你是專部市長 你是工業的專業人員 包括今天神農巷裡面 記者說有沙包 沙包是從哪裡來 有袋子裝的東西 那到底是從哪裡來 那是不是輸的東西 工廳在市場的時候 沒有清醒來 是不是手機 我不知道 但是你們也要查清楚 如果是這樣 工廳檢查人員 你們是怎麼檢查的 你們是不是 要做一個交代 這個可以說 結果剛才前95年 做工廠檢查人員 我們工廠11區 然後99年 是官司合併了 變38區 38區 現在又出入三區 我們一名區 剩35區 結果如果好好的做 一年不用清潔 清三區就好 我相信可能都沒有這種事情 今天去吃 韓國人在幫你做這些工作 都在排你結果 在叫他七腳村 我做的七腳村 就是想你三個月 你才知道 而且這也不是韓國人做成的 韓國人要做 你就讓他去做 韓國人也不可以對話 這個過去 是 也不是說 正常的事 不是跟韓國人要做 你就拜託中央 你有什麼樣子 繼續跟志願 繼續讓他去做 但是韓國人 我現在也要跟你說一件事 輸東西 一億二輸 回到你的人 有一部分 是希望 你可以把3300億 交代清楚 希望把過去 古致富時代的時候 有些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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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得對的 我們怎麼表用 這個合理提供第一 如果有做得對的事情 不是叫你政治第三 真相還原 給白社會知道 白社會有資的權利 對 過去包括氣爆的事情 政府安就不用再說了 氣爆的事情 這些有關 相關工程的採購問題 包括很多工程的 只要把真相還原出來 白社只要一個交代 但是我現在也跟所有 共同市民好朋友說 韓國為什麼要去選總統 你們就知道了 直接就跟你說得很清楚 因為他沒得到 應該有得對待 但是我再說回來 好朋友 你們真正是不能這樣做 你們真正是在公分 在那裡頭髮 這事情都不知道 現在一定算 一個金媽的事情 好意 後面你們再去公分 說三道事 說正經的 剛才韓國做到努力 你們把他努力努力 這八成都八成 不是你們共同就聽 不是這個社會 跟以前的已經不一樣 但大千 民進黨本身他們現在這個時候 這麼幾年的執政下來 韓國瑜很感嘆說 沒想到這個民進黨 二十年代高雄 現在這些高雄人 是怎麼樣的熬得過來 可是可以看到 現在民進黨腦袋裡面 算計的就是說 我只要這 我才不管這些 我重點在於說 我運用這登革熱的防治經費 怎麼樣來酸你韓國瑜 那麼很多人批評說 韓國瑜到立法院去做 我在想如果我是高雄市市民的話 我要很感激韓國瑜 還好去立法院走了一招 如果他沒有去走這一攤 這些錢會這麼快下來嗎 不會 如果今天不是因為 韓國瑜到立法院去 一個一個的去拜訪 這些高雄市的立委 把這個問題真正的 擺到了檯面上 也許行政院現在還在混 還在裝 從二月到五月 在這段期間 高雄市的衛生局 不是幾次都向中央反映 希望爭取經費補助嗎 可是行政院裝的是什麼 裝的沒有這回事 行政院發言人說 公文沒有躺在那邊 所以如果今天不是 韓國瑜昨天到了立法院去 繞了這一圈 也許這五千多萬 沒有這麼快下來 但是有幾個問題 我覺得台灣的民眾 或者是高雄市的市民 應該要仔細去問的 也應該要去搞清楚的 第一個問題是 到底民進黨的 這九位高雄市的立法委員 你們有沒有在今年度 針對登革熱的疫情 在中央 在立法院 你書面質詢也好 你口頭質詢也好 到底你們有沒有關心過 既然蘇貞昌把這個20例 認為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 再三的用這20個例子 我覺得行政院這個時候 要還韓國瑜一個公道 20個例子的登革熱嚴不嚴重 當然嚴重 它有可能會越來越多 因為昨天已經到20例例了 所以哪怕是一個例子 我們都要高度的重視 可是如果這20個例子 是這麼的嚴重 那麼過去陳菊執政的時候 那一萬幾千個例子 將近兩萬個例子 那要怎麼講 到底是誰在這個時候 利用登革熱來發政治裁 到底是誰在這個時候 利用登革熱來打擊異己 我相信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我相信